一人一成不是什么荣誉 但绝对是球员都在追求的一种荣耀 在一支球队打球到退役 这确实很梦幻的事情 不过现在NBA一人一成太难了 大家都很浮躁 都在抱团 要么自己组队 要么莫名其妙不大 总之对于球队 很多球员没有感情 从球队角度出发 很多球员也只是交易筹码 不是所谓非卖品 想要一人一成 真的必须是两厢情愿 球员和球队都有益 这才可能实现 就当今NBA那么多人 也就四人有望实现一人一成 第一位是哈斯勒姆 准确说他已经是一人一成 虽然还没退役 如今在热货就是扮演更衣式领袖 几乎是不上场了 他早就该退役了 不过热货为了感谢哈斯勒姆 这20个赛季贡献 本赛季还是签了他 结束后肯定没人签他 那么在热货退役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看到这不有感叹道 能熬真的也是一种本事 利拉德也没啥说的 几乎能确定在开拓者中了 他有一阵 常年得分25加 也带队打过戏绝 已经没啥遗憾了 反正夺冠是无望了 那么留着利拉德赚钱 开拓者也原因 在波特兰利拉德还是很有号召力 他的歌迷也愿意到现场 为利拉德加油 他跟球队提前续约到 2027赛季结束 那个时候都37岁了 选择退役也可以了 字母哥也没有走的理由 首先钱足够 未来5000万年新双手奉上 干嘛要走呢 至于总冠军 一个就没遗憾了 最起码他现有荣誉 已经是历史前二十了 在雄鹿绝对地位 他就是这里的皇帝 没有走的理由 别人要么为钱 要么为夺冠才转会 字母哥都不愁 所有在雄鹿终老还是很可能 一旦在雄鹿退役 利同向是没问题 历史地位也超越了前辈贾巴尔 最后就是库里 他在勇士终老可能性高达99.99% 就算未来实力下滑 球队进不了季后赛 勇士也不可能交易他 他为球队带来了四冠 自己荣誉也收割完毕 球队也因为库里赚了几十亿美金 贡献巨大 球队落一身 工人队使第一人 这样的库里不会走 勇士更不会交易 他会成为 科比 诺维茨基 邓肯一样的城市英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